在我們剛剛已經學過了三個懲罰公式的一個基本題目的練習之後呢 這邊呢出現了一些小變化 也是利用懲罰公式的一些方法來應用在這邊題目上 然後我們看一下第一題喔 它是2989乘3011要等於3000的平方減掉m 同學題目提示你了耶 3000耶 3000是一個關鍵的數字耶 換句話說 你要想辦法把這兩個抽到跟3000有關係才有辦法對不對 我在看喔 2989它剛好差11變3000 那3011呢跟3000也一樣差11 它是3000加11變3011 所以呢我就把這兩個把它改寫一下 好改寫喔 把2989呢改為3000-11 把3011呢改為3000加11 好因為我們題目已經提示你說用3000來處理了嘛 3000加11 好結果呢寫到這裡的時候 欸同學會不會用你當你眼熟了 看到傳說中的相加乘相減 馬上可以變成平方-平方 所以它馬上可以改寫為3000的平方-11的平方 好寫到這裡都不要再寫喔 反正我觀察一下喔 跟題目有沒有很像 欸有效對不對 3000平方-3千平方 它是-m 我這邊-11的平方 換句話說這個m 就會等於這個11的二次方 好是相等的喔 叫做比較對不對 好所以呢就變成了m這個答案 就會等於11的二次方 那11乘11變什麼 121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121 好m是121 很簡單的例題喔 同學要學會嘛 那有必要把答案遮起來 籌上一次增加熟練度 我們再看下一題囉 第二題呢它是要求N的值 那同學我把題目看一下 他說9.15的平方 會等於9平方加0.15的平方 再加上N要求N是誰 再注意看一下 能不能注意到 欸9平方 0.15的平方 這個題目強烈暗示你說 你這個東西必須要使用到成法公司 對不對 那我怎麼處理呢 然後一說你啊 把這9拆開啊 對 拆成9加0.15 我就搞定了 好 所以我把那個9.15呢 拆開為9加0.15 好 二次方喔 所以刮爆起來再二次方 好 二次方之後呢 用成法公司展開 我們開始破備了喔 那是A平方加2AB加B平方 對不對 A就是9喔 所以會等於9的平方再加上2AB 2乘A乘B 所以2乘9乘0.15 再加上0.15的二次方 0.15的二次方 好 寫到這裡之後呢 不要記得乘喔 我們不是要把它乘出來 我們是要跟他比較一下 到底N是誰 哪一個對一個喔 9平方9平方 OK 先調定 0.15的平方 這邊有啊 一樣的喔 所以呢 這個N 這個N 在這裡 N是這一整串 對 等於它 所以N就會等於2乘9乘0.15 這是N的位置 因為9平方有0 0.15平方有的 只差N沒有啊 N在這裡 所以這就 中間都是N的 好 所以呢 這N的答案呢 就會等於2乘9乘0.15 2乘9乘0.15 0.15 好 上次我們有知道過 乘法的結合理論 先乘 2乘0.15 比較好乘吧 2乘0.15變什麼 會變成0.3 0.3 0.3 變0.3喔 0.3再乘上9 93 27 但是有一位小數 所以是2 0.7 好 那麼這個N乘出來 答案呢 就是2.7 好 這是第二題 真的很簡單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第三題呢 他是要求這S的值 這S呢 跟這題目有什麼關係呢 題目是說 49用二分之一的平方 可以變成50的平方下S 可是同時覺得很難 其實他很簡單知道嗎 只要簡單呢 題目常會暗示你 這個東西用50來去改 對不對 他告訴你50去改寫它 好不好 所以你用50來去改它 怎麼改呢 我們再想一想喔 這裡呢 就差二分之一變50 所以我就把50 空二分之一 變成49 二分之一 不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題目改寫了 把這個改寫為 50 減掉 二分之一 的二次方 好 50減二分之一的二次方 然後呢 然後代表成牌公式呢 然後突然 所以是A平方 減2AB 加B平方 好來 我們就跟這公司再摸背一次喔 A指的是50 50的平方 再減掉2AB 所以減掉2乘50 再乘上二分之一 叫2AB 因為A是50 B是二分之一 對不對 好 再加上B平方 加二分之一 記得要加光 光號的二次方 好 好 開始囉 先不要記得乘出來 你要想 它要存S S到底在哪 好 來 對照一下 50的平方 有的 S 後面這一整串 都是S的 很多注意到 這邊全部都是S的 S包辦的全部 好 所以呢 我們的S答案在這裡 要把它算出來 所以 S就等於 來 是-2 我先說 -2乘50 乘2分之一 再加上 2分之1 的2次嗎 這些都是S 我先要來 把它整理一下 2跟2 約掉 對不對 -50 好不好 前面是-50 -50 再加上 加什麼呢 2分之1的2次嗎 變什麼 會變成4分之1 怎麼來的 因為224 1乘1才是1 好的 -50加4分之1 50-1 可不可以解 有的不會解 對不對 那這樣也有的不會解 它是-50加4分之1 可以先改 50-4分之1再加負號 問題是50-4分之1 還真的有的不會解 50-4分之1 到底要怎麼解 同學能解到嗎 你把這邊扣1 把它變4分之4 扣1變什麼 扣1變49 可是它是50啊 所以後面掛一個4分之4 然後再減掉這個4分之1 那4分之4 解4分之1 可以解吧 所以變什麼 變成49 又4分之3 大家知道嗎 所以呢 這邊答案怎麼寫的 答案就是 負的喔 因為負50 負的比較多 負的49 又4分之3 如果這個你不會解 然後這邊教你一下 的確我們同學忘記 分數要怎麼解 不會解的 要把它改一下 把54改為49 再掛4分之4 因為這樣相較還是50沒有變 減4分之1轉好減了吧 4減1就變3 所以變49 又4分之3 所以大概是負的49 又4分之3 那這裡一樣很重要 也很簡單 所以一定要學會 好不好 再來第五題呢 阿龍國 阿龍國誰啊 阿龍國就我們那個 鄰居鄰居鄰居 那個旁邊那邊 那種那一塊錢的 你知道 你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 阿龍國人 有一塊 鞭長10公尺的 正方形土地 這邊的土地 鞭長10公尺 好 然後他 在土地內部 開闢一條 50公分寬的 L型水泥道路 當然我們這個土地 要產生了 這邊是水泥喔 水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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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中間這一塊 這邊的面積齁 他剩多少對不對 來 同學 其實這一題我覺得蠻陰險的 他心機很重你知道嗎 這邊是公尺 對不對 這邊變什麼 公分 公尺公分要不一樣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它改一下單位 好不好 要把這個50公分變成公尺 50公分變公尺 變幾公尺 0.5公尺 對不對 要不然這也是啊 把它改為0.5公尺 因為要除100 所以呢 裡面的長度變多少呢 我們就想了 裡面這邊的長度 不就是 10公尺要扣0.5 負一些 10-0.5 10-0.5公尺 那包含這邊也是啊 這裡也是要扣掉0.5公尺啊 所以要變成的 10-0.5公尺 所以阿龍柏他剩下的土地面積 就是正方形平面積 他的邊長分別是 10-0.5 乘10-0.5 乘10-0.5 所以變成了 10-0.5的二次方 同學眼熟了齁 這不就我們大家說的嗎 差的平方公式啊 對不對 可以把它改為 1-0.5-2ab加1-0.5 所以可以變成10的平方 減掉2乘10-0.5 然後b是0.5 對不對 2ab 再加上b的平方 好我們把它乘出來喔 10乘10 100 好 再減掉 再減掉 那這樣怎麼乘呢 一樣結合率啊 2乘0.5比較好乘啊 2乘0.5就1 1乘10 10 倒定 再加上 0.5的二次方 這不是0.5乘了啊 是0.5到乘兩次 好不好 5525 然後一位小數 經過二次方 一樣 兩位小數 所以是0.25 好來 那100減掉10比90 90 10.25 好 所以他的土地呢 是90.25 平方公尺 都現在做法 這單位記得要寫 好 那這裏也是很輕鬆簡單的一體 那一定要會 真的要會 因為 真的簡單 考試出來要會寫 配版這邊呢 是我們常見的一些 成法公司應用錯誤的一個示範 所以他做了一個四杯題 要同學挑出來哪些是錯的 哪些對的 那錯的要把他都頂證 來 我換另一題喔 2014的二次方 題目就錯了 老師忘記寫二次方 這二次方 2014的二次方呢 可以等於2000的平方加 二乘2000的一四加十的平方 可以這樣子嗎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因為他把兩個2014啊 把他改寫 我寫這裡 他把他改寫為 2014加 不不不不 不是2014 是2000 2000加14 的二次方 按照公式展開 就是2014加21b加2014 所以bb這樣寫就對了 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呢 這裡應該是 8加四分之一的二次方 那變成 a加b二次方 是2014加21b消失了 再加2014 因為他沒有21b 給他補一下 聽證的時候要寫什麼 他差的21b 2乘8 乘4分之一 這個怎麼消失了 所以第二題是錯的 他沒有2加21b 好第三題呢 你看喔 看到 1-b的平方 他是1平方 -21b加1平方 怎麼會變成平方差 平方差是相加乘相減 差很多 可是同學很多人這樣寫的 所以他這裡是故意出的 真的很漂亮 所以他怎麼改呢 真的很難改 要把他改為加 不再改為加 而且要再減掉 因為他是1平方 -21b 減掉2乘於13 乘0.6 再加上 加上b平方 所以第三題要這樣子改 這邊要改加 再補上21b 解21b 好第四題 看到1930 27可以變成200平方 減掉7平方嗎 來 可以了喔 為什麼可以呢 因為看到平方減平方 看到平方減平方 平方減平方 可以改為相加 相加是200加7 然後乘以相減 相減是200加7 對不對 那200加7 27 200-7 193 沒有完全符合 可以啊 所以第四題是對的喔 第三題 讓他錯了 歐尼達差 好 在第五題 看到 n-n 的平方 展開 是 n-2 n-n 加 加 - 錯了 錯在這裡 丁正好 第五題也錯了 好 看到傳說中的相加成相減 可以變成平方減平方棍 好不好 對正確喔 所以這裡錯的是 二三股都錯 要把它做 定正好 要做定正好 這樣這個問題 應該很容易 不容易被搞穩 要弄清楚喔 他剛好列出了 就是同學容易犯的錯 如果你也會加小的話 請你就把它修正過 好 這輪這一題啊 就是用車法公司來做一個非常妥善的運用 好不好 就可以很輕鬆刷出來 不然看到題目就會想哭了 來這裡要怎麼做 首先呢 兩千 二零一零的平方 加上 二車 二零一零 怪怪的喔 不是要二零一零嗎 再來 再來 再加一 怪怪的 不是要D平方嗎 同學都出聽到 事實上 一跟一的平方有沒有一樣 一就是一的平方 根本就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把它改一下 一的平方嗎 對不對 好再來喔 不是應該有二零一零嗎 應該有二乘二零一零 跟乘一的一啊 因為任何數乘一 乘一跟沒乘 不就一樣的 所以自己給他 乘一個乘一 好不好 欸 看起來訓言多了 這個分子啊 他不就是 二零一零加一的二次方嗎 是的喔 好不好 所以把它改下來 所以我把這個 分數 他的分子 就改為 二零一零加一的二次方 二零一零加一的二次方 再檢掉 來看後面這裡 後面這邊的話呢 就我們發現 這個 2000 011的平方 檢掉一 感覺就是很奇怪對不對 不是應該可以湊平方差嗎 如果平方差的話 改為相加 三乘相減 相加就2012了呀 還可以約分 所以我們當然聰明的啦 一樣把一改為 一平方 因為一個一平方是沒有變 好不好 一可以變一平方 因為二次方 只有得一而已 這符號不會受影響 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那個 分 分子的 部分呢 2012 都是那麼 好 分子的話呢 改為相加乘相減 因為看到傳說中的平方差公式 看到平方減平方 再看一次喔 看到平方減平方 平方減平方 就像笑容一樣 看到平方減平方 看到平方減平方 就改為相加乘相減 所以是2011加1 再乘上2011-1 再來呢 我把這個分子再整理一下 2011分 一樣不要變對不對 那2010加1 就變成2011的二次分 為了方便解說 我不寫二次分 我不應該乘兩次 211 一樣是二次分的意思對不對 好 再減掉來這邊喔 2012分 那分子的部分呢 2011加1 就變成了2012 再乘上2011-1就是2011 好 好這個時候同學開始瘋狂大力約分的 2011 約了約了 好不好 2012 約了約了 來約完之後你發現剩下什麼東西呢 左邊這邊呢 剩下的2011 減法一樣 減少呢 減這個2010 2010 減2011 好 2011-2010 一段 答案就是一 弄半天答案是一 好 那麼這一點就是這個計算題 啊 所以只要妥善使用 懲罰公司 我們在解題目上面的話 算會變得比較 輕鬆愉快 就不會把它弄得很複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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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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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